雲林產區的短期葉菜類 受到晴雨反覆 嚴重影響到生長 也讓最近的菜價來到新高點 包含小白菜跟青江菜的批發價 全都翻倍長 菜農地若採收空心菜 就怕突如其來一陣暴雨 然後又緊接著陽光曝曬 會讓葉菜酷黃受損 近期碰上天氣忽冷忽熱忽情忽欲 即便是王室的短期葉菜類 也受到影響 讓菜價掌聲響起 普通大就是天氣的問題 沾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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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露大 蔬菜 它的調整都不適合 根據西螺國菜市場 小白菜批發價從每公斤11.9元 漲到24.3元 青江菜每公斤12元漲到25.1元 價格通通翻倍 整體葉菜類平均從每公斤16元 來到新高點24.2元 開大價 很坦白 像這一塊我早買一塊 今天買一塊三塊 受到氣候影響 如今葉菜類量少 市場需求大 導致價格飆漲 讓不少菜籃族相當苦惱 如果真的想吃當季葉菜類 也只能硬著頭皮 荷包多帶點錢 但也有不少人改買其他價格 相對平穩的花果類 就怕美語季節到來 讓葉菜類會持續看漲 自顧正義語靈報道